假设我们都很健康 最近我们听到电视机跟我们说 有些世卫有些超危险的食物 吃到会致癌 包括煎成品的加工肉 是什么概念会对我们的肠有影响 你所形容的是世卫前段 对于加工肉类所提出的警告 什么是加工肉类 中西原来都有 我们中国人说的 腊肉、腊肠、腊鸭 这是我们会常常接触的腊味饭 这就是我们说的叶子中式肉类 至于原来西方都有 包括传统上的煙肉 又或近代的午餐肉、火腿和腸 都是归类 为何这类的物质会比较差 其实是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知道 动物性脂肪 在烹调的过程中 是会产生致癌物的 某程度上 其实刚才提及这些食物 全部都是含脂肪量比较高的 在业制的过程中 和在我们后期再加工烹调的过程中 我们会将更多的致癌物 滲进入里面 或是产生了 或者浓缩了 没错 然后到我们真的吃了下肚 刚才说了 原来我们整个消化道里面 其实由头到尾 可以说胃、小肠、大肠 全部都接触过这些致癌物 只不过到大肠到最后浓缩了 所以在这情况下 世卫提出这些加工的肉类 我们尽量都应该小成 不过所谓一级致癌物 又不需要太担心 人家说好像一级致癌物而已 因为一级致癌物的概念是很广泛的 他说会将致癌的风险提升 但不是说糟了 我吃了这个火腿 其实我十年之后就一定会生疾病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只是说 相比起一些健康饮食 这类的食物是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说回这个有害食物 我们从口里面吃 有喉囊、肚子、腸 其实饭饭都会碰到 生癌的地方也会有很多地方 我们听说有胃癌、腸癌 或者食肚癌、胃壮癌 或者义壮癌 Steve Jobs 这类的食物 在大肠来说相比其他来说 因为它是装垃圾的 是否风险高一点 或者说不是 一样都是一样的 其实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 你可以这样想像的 一口食物 从口里进去 它是食物 但到消化度另一边 它是糞便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里面 其实致癌物是越来越浓缩的 而且就是我们本身的食物 它接触我们的消化度不同地方 时间长短是不同的 有这两个概念 我们可以举个例来说 譬如你真的当吃一块肥猪肉 煎到焦了 肥叉烧才算 它里面的致癌物是有的 但是在口里面照 致癌物的比例不是最浓缩的 所以口腔里面接触的致癌物 不会很多 而且你含着一块叉烧 最多可能都是十秒 或者烧鸡翅烧焦 不要浪费就咬起来 香一些 很好味多咬几口 最多都是几十秒 然后在几十秒的过程里面 口腔接触的致癌物的浓度是有限的 而去到喉咙吞下食道 其实这个过程 通常都是我们几秒钟 食物就下隔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口腔一直到食道 它本身接触致癌物的浓度是不高的 时间也不长 进入到胃部里面 胃部本身 因为首先胃链膜 抵鱼力一般是比较好 而且胃部装着食物 最多都是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所以里面的致癌物 也是一个两个小时 就下隔了 去到小肠 就直接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刚才说小肠是六米 所以其实没有任何一截的地方 会接触 留得很长时间 就不会 但去到大肠是第二件事 可以放几天 可以放几天 还有可以 你狠狠地 今餐吃完 你都可以放到第二天 中间这个隔过夜的过程里面 还有那个 你吃叉烧 你本身里面的蛋白质 本身里面的营养 其实已经被我们身体吸收了 去到大肠里面 剩下的就是我们身体不想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身体不想要的就是垃圾 即是有害的物质 它会浓缩到很高浓度 所以大肠就叫首当其冲